大作家教你怎样骂人 我头都笑掉了 如果你不会骂人 经常背对的无话可说 半夜梦回又越想越亏 不妨看看作家梁石秋的骂人和快乐生活指南 快乐就是哈哈哈哈 梁先生20岁就拥有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双文评 跟鲁迅Battle骂战多年不落下风 精通中西骂战风格 他在书中总结出十条骂人法则 比如骂人也要含蓄 用词讲究隐晦 要让他不觉得自己正在被骂 等他事后回想才觉得这不是一句好话 气到半夜吐血 还有骂人要适当的冷笑 戒骄戒躁 在他暴躁不堪的时候 你不妨搞偷袭冷笑几声 他必然气得死去活来 满脸通红 更要知己知彼 适可而止 骂人前要避免自己也踩坑 比如你我都单身 就不要骂他没人要了 当然还有旁敲侧击 阴阳怪气大法 最后就是稳住心态 在骂人时态度镇定 不急不缓 找准最佳时机 在对方最气或者最累的时候精准反击 这套连招下来 对人之王非以莫属 当然书中还有许多人间清醒的处事哲理 很多话简直是在演我 可以拖到明天做的事 没必要今天做 能推给别人做的事 就别自己做 人只有在闲的时候 才最像是一个人 读这书就能感觉到先生睿智豁达的魅力 难怪他还能在73岁凭借人格魅力俘获